從買回來,烤漆,底盤,就是全部的東西 85.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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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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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夫裝上去 就是說 我這台車剛整理好的時候 是玫瑰的玻璃 送去拋光 後來又找找找 找到這個全車的日規玻璃 然後又送去拋光 你是烤好漆之後 然後又拆掉一次 那不是要再拆一次 對拆一次 這個膠條 膠條的部分 撕掉兩次 這個你撕一次就廢掉了 對對對 我沒意味應該是這樣 又重新再買一次 因為我們一般人的話 可能就會再黏回去 對對對 然後這邊就會翹翹 那我還有看到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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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EG就算是日規的啊 B16A那顆也是四孔的 對對對 那這五孔是 這個五孔是 DC2的底盤 直上 傳動軸就是 外伴軸改成大軸 內伴軸維持原樣 因為是單凸 對對對 所以說這隻傳動軸 算是訂做的 然後這個是Andeles的對不對 對對對 這是對四 對 那盤的話也是Andeles的 盤是AP的 它就是浮動 對 然後我特別要講的 的地方是 我很注重內規版的清潔啦 來看一下喔 這部分包 我看得到 連螺絲這邊上面都沒有泥巴 對對對 這個要怎麼辦啊 這怎麼顧 這怎麼可能顧成這樣 就是每次都 這不可能顧成這樣啊 都請汽車美容把它 把它把它清洗乾淨 這不會連螺框都卸下來是不是 沒有 沒有啦 沒有啦 喔 了解 我知道你的這個漆面其實是 新車也沒有這種漆面喔 漆面是很 是很顧啦 但是還是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在我的臉書上有寫 烤漆的一篇啦 有去特別整理 有有有有 它有辦法做成這樣 對的沒錯 要特別要求啦 要特別要求啦 因為這台車烤漆大概六個禮拜 這六個禮拜當中 我是每天去叮 如果沒有每天叮的話 我覺得應該不會烤成 不會到這麼漂亮 嗯 現在原廠本年烤不出這種漆人 對對對 新車都不會這樣 OK 那我們再看一下裡面 好 OK 我們來看你的內裝 你的內裝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對沒有沒有沒有 這是原本的垃圾棒嗎 這個是 欸對 算是原本的垃圾棒 就是美規的垃圾棒 對 這個安全信長 我知道日規 六代我們要移植日規才會有這個東西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垃圾棒是1994年的 呃 94才有這個 對 因為這台車是94年的 所以說它有一個 雙安的配置 喔 所以94的 一機是有這個 美規才有對不對 對沒錯 所以它原本就是黑黑色的 對 原本就黑內裝 喔 一機好玩的地方 是因為它有黑內裝 藍內裝 還有灰內裝 還有個米內裝 對啊 那 我這台是黑內裝 所以我就終於原位這樣子 喔 這是應該不會是原廠 對對對 日規的 那這個下中控的話 這個下中控也是啦 這是原廠的喔 這是原廠的下中控 然後我自己用carbon有沒有 把它 把它 弄的這樣子 這個是什麼版本才有這個東西啊 這個好像是選配 當年的選配 原廠的選配 對原廠的選配 喔喔 因為它這邊 螺絲孔跟這個其實都是 都是一拜的 對一拜算很合這樣 這台有很多的選配啦 有有有 我來介紹一下 好啊好啊 這個A柱的高音是選配的 這邊我從這邊看 這個這個嘛對不對 對對對 這是當年原廠選配嗎 當年原廠的選配 然後還有這一個 這一個那個 西頂的中音啊 這是中音 對對對然後它還有一個燈 這也是原廠嗎 對原廠的選配 那時候台規原廠 算是日規的啦 喔日規的選配 對日規的選配 喔日規 然後後面的那個喇叭 有我剛剛有有這個在那個門板旁邊 對對對四顆是 是美規的選配啦 喔美規有這個東西喔 對對對 因為日規後面的椅子不一樣 啊日規是平整的 對對對 躺平的那種 回來再接線是不是 欸接線 對回來再接線 那很簡單啊 不會說很難 那我們看駕駛介面的話 其實就是這個是最 就是這個是Spoon的 這算早期的嗎 這個算早期Spoon的啦 這是三幅 對 然後跟這個是S2000的吧 對S2000 標也是S2000對不對 標也是S2000 那是後來自己做嗎 這個Carbon都是我 都是我去做出來的 這個就是他來的時候是附一片壓克力的 啊我拿他的壓克力去修改 所以他來的時候是幫你接好線喔 你是買跳好線的是不是 沒有沒有 我是去給台中的一個車友接的 這麼厲害 對 車友 好像是神人等級 對對對神人等級的 喔好厲害 這個是正常作動嗎 正常作動 有水溫啊 水溫啊 油亮啊 登個 故障燈啊 對對對 哇他很厲害 對 OK然後我剛剛還有看到這個 這個拉桿是 喔 是台灣複製的 台灣有複製的 有台灣複製的 喔 這個如果是正日本的話 大概要六七萬 真的假的 對 B柱加上那個 C柱要六七萬 然後在台灣自己做的話 大概要三萬多啦 這差一半 對 可是也不便宜耶 不便宜 其實不便宜 三萬多其實也沒有到很便宜 對對對 他是可以追加的 我看他這邊很多那個魚眼球球 本是只有這一隻 這一隻還有左右兩隻 還有這一隻 喔就是等於是B柱部分而已 它只拉B柱 對 然後這一隻這個 BC柱有沒有 這是台灣做的 那後行李箱的部分的話 後行李箱的部分 全部都是日本做的 這是正日本的 對對對 喔 所以日規的部分是分開的 分開的 B柱歸B柱 行李箱歸行李箱 我們台灣是把它 拉在一起 對對對 喔他有看到這個 這個椅子 這個椅子是日規帶的SIR 喔這個好漂亮 前期的 它有這個 這個花紋 這個車門的話就是 車門齁 對啊 我用這個布有沒有 去3D列印的 3D列印 對對對 去3D列印出來 然後編上去的 喔好厲害喔 那後座咧 後座就全部都原廠的 直上嗎 對直上 6代可以直上 可以可以可以 它密合度其實都沒有問題啊 對沒錯 插在後箱的地毯 我們要把5代的地毯 把它拔下來 嗯 裝到這個椅子上面 喔好 那我們大家去看一下 好 剛剛是說地毯是什麼椅子 對 我們現在是5代 然後要裝6代的椅子 對 對不對 對 所以說這個 這個毯子有沒有 是5代的毯子 嗯 要把5代毯子拔下來 然後裝在這個椅子上面 那個6代的下面這個毯子 這個毛毛的對不對 對對對 這個就是要把它裝回去 對 然後就好像就只 只插中間的6代的位置不對 我們要把它開動 喔 裝6代的6代上去 喔這邊這個位子 對對對 喔其實這部分都蠻簡單的啊 對對對 搞不好DIY都可以對不對 對 稍微裝一個孔就好 它整個拉成這樣 從這邊全部一直 下來到這邊 對 然後還有 我還有加一支無線拉桿 這個洞是原廠嗎 哈哈 這個洞是那個 我們三峽有一個叫做鎮農工的人 他幫我挖的 是鎮農工 對他幫我挖的 這個太誇張了 這個太誇張了 這個就是 他的手藝很緊繃 這剛好耶 對 他好像原廠比較有的洞 這個東西對剛進來講差很多 差很多 就是說你裝上去之後 感覺到屁股就是很沉的 喔 不會浮浮的 因為三門最為大家所詬病的 就是說他屁股會 會比較浮一點 喔 了解 那底盤部分其實也有在改 底盤部分有在改 也改滿多東西 對對對 對啊 你的避震器是 避震器是 10W的 喔 對對對 他是Skong2的 在台灣的 代工廠做出來 那個磅數那些有在特別做設定嗎 磅數的話就是前八後六 喔做前八後六 那後面的五孔也是DC 對 後面五孔也是DC 手腿的部分 全部都是DC2的 直上嗎 對 直上 都不用修改 都不用修改 所以四門跟三門也都一樣嗎 四門跟三門都一樣 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你的椅子 喔 我們剛剛有講這個Spoon對不對 對 它這個這麼透 是Spoon才有嗎 還是 這個可以透光 很薄喔 對對很薄 喔 所以是編號 對 因為 這個我去年有發生一點小事 不然本來是預計要整理的 喔 你說 你要把它拉出來再考 是 沒有那個時間 而且 也比較沒有那個精神 這個引擎是日歸原廠的 D16A 你剛有跟我解釋嗎 油池在這邊 對對對 是六代系統 TEC也在對不對 對 VTEC也在 你那時候也有整理的嗎 還是這顆來的時候 就是來的時候耗材整理 現在都幾乎是 是乾淨的沒有油脂 對對對 沒有任何剩 喔 這個是 Grady的喔 對 那時候你怎麼沒有想落雙凸啊 因為其實落雙凸很麻煩啊 DX也會嗎 DX會 只要 你要找 對的人驗車啦 而且 說真的我對動力沒什麼追求 玩喜美就是玩一種情懷而已 好 哇大謝啦 喔 哇大還有一個 大家一定會想知道 這應該算是 我個人覺得這算是百萬十元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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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其實 其實 這台車有沒有 這個我到時候把它放在 就是有 有 有一個明細表 啊 我大概花了85萬3 這台車就是 就是玩地而已 所以很多東西都是 一時之旋 而且都是花在刀口上 有經驗的 對 那你該不會上一台破百啊 上一台一定破百的 第一次的一定破百 一定破百的 這台車 刀口上 小人 就擠便 還有幾次 有五次 撥 第六次 密度 老人 很快 還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